这次降雪最大降雪量出现在阿勒泰地区布尔金县 降雪量22.1毫米达到暴雪级别 截至1月9日12时 通往喀纳斯景区的山区道路积雪厚度超过20厘米 9日上午在贾登域通往喀纳斯道路16公里处发生雪崩 造成周边道路有20米被积雪覆盖 积雪高度达2米 目前公路部门正在处理该路段的积雪 公安交警部门对喀纳斯景区道路实施双向交通管制 恢复时间待定 此外 降雪导致阿勒泰市及周边新增积雪厚度25厘米 为保障群众出行畅通 阿勒泰市出动147辆大型机械清扫道路 阿勒泰地区气象台预计 本轮降雪天气将持续到1月12日 阎山一带新增积雪将超过50厘米 和牧乡局地新增积雪将达到1米 阿勒泰市出动